中部的空气品质一向是让很多人诟病 为了要对抗空污的台中市政府 这一次是砸了重本 引进了高科技的空污稽查设备 让肉眼都看不见的空污染气体 可以在红外线之下无所遁形 这样子的影像将会录制成为影片 可以当作是搜证的证据 也希望可以有效喝止中部空气品质 持续恶化 无人侦测机漂浮在空中 锁定空污对象开始进行异味采样 再有人员送进空污行动监测车 借由民众检举让对抗空污更全面 小姐 我家附近的空地有人在烧垃圾 空虚有够差的 可以钱过来了解一下吗 1999接获民众来电立即通报相关单位 出动机查 各位同事我们准备要出任务了 大家准备一下 红外线热显向仪透过高温侦测热废气 接着以一台药价400万元的红外线气体显向仪 让即便低温的空污也将无所遁形 如果工厂它排放VOC可是它没有这个温度比较低的 那在热显向仪的部分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做判定 可是因为它排气里面有这个挥发性的有机物 那透过我们的这个气体的这个热显向仪就可以很明确的看到 它的这个烟流的这种飘移的状况 利用空拍摄影进行搜证不但可以减少意外发生 也能有效掌握排放空污的违规证据 台中市府引进了高科技空污稽查设备 希望找出空污原兽改善空气品质 红外线引进犯案 非法业者无所遁形 记者杨阳及李平威台中报导